今天咱们来挑战一下这一车钢筋看我最快用多长时间钓完 这一车拉的怎么也有50吨吧 差不多 现在起钩 这一钓大概就是在156吨左右 这个钢筋啊尤其是铁相当的重 一魂就三吨 现在钓了四魂 三四一十二十二吨 看放的距离是有点远先把那一头落下去 然后再把这边甩过去 这样比较省力啊 因为直接在这放的话有点危险 先把它落低 把那一头放了好了以后 把这边再甩过去就可以了 这样最简单最安全 不然你往那升放的话有点危险 再来看这一点 这是几魂啊 大概是不是四魂就是五魂 知道吧 这这一钓这一车啊 钓四下就完了 前提是咱们的钢丝绳啥的 钓矩啊 钓矩钓钓钓绳必须要 要承重量啊 一定要在安全范围之内 比如说你用的钢丝绳细的 钓这么多啊 容易断你知道吧 容易断裂 一断了钢丝绳就完了 这个放的有点近 这个就直接往那放就可以了 再来一钓 这一钓这是一二三四 四魂一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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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十二吨 十三吨左右 你说这一车钓丝绳 就OK 就完了 这这样货车司机高兴啊 这一切的坏了 货车司机就高兴了 这个钢丝绳啊不好穿 得左右摆一摆知道吗 左右摆一摆 这个钢丝绳啊 才不好 才好往后拉 要不叼不平 你看咱们第一次叼的 就有点弯 所以说放的时候不好放 再直接起钩 那个钢丝绳 这边的钢丝绳 是直接套过去的 叼的重了 尽量把它叼的 横平竖直的 这样放的时候好放 放的位置也挺近啊 离叼车的位置也挺近 这个距离 直接往下落就可以 你看 叼的平呢 它就是好放 最后一叼 这一叼是5吨啊 十几吨左右 你放心啊 看着非常危险 其实是没事 都在安全范围之内 有时候叼的多了 不一定危险 叼的少了也不一定安全 主要是不要碰到东西就好 这一车祸呢 一共是掉了四下 也就是四下把它掉下来的 这个钢筋装下来旋转也是有技巧的 必须 因为这个必须顺势 就是这样旋转 然后到位置直接落 这个是 没有问题 这个车就是从开过来 再把它倒出去 总共没有20分钟 这一车 知道吗 就干完了 对吧 今天的场地也好干 不过雕点也无所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请关注点赞评论 拜拜